Sawwadi Ka Dishan Jin Phu Nho Uni Kama Ha Kama Gai 現在聽我這樣說話 就知道我不是泰國人 不過不要緊 今天我要帶大家去吃一些 網民推薦 好好味的泰式海南雞飯 我們馬上去 Let's go go Kamu Nhi Hai Mika Nhi Hai 第一間是位於阿蓮王大馬路的泰味 它號稱是正宗的海南雞飯 價錢也挺新的 馬上試試 一個海南雞飯的精華 我先試一下雞 它跟了兩個醬汁 一個是泰式醬油 另一個是酸酸的醬汁 我自己比較喜歡醬油 甜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這味道有一點像龜蘭菇 但不是龜蘭菇的味道 我剛才吃的是類似雞胸 但也不怕很塗 雞皮算是爽口的 至於飯 其實它有一點要小心思 有分兩種顏色 一是黃油炒飯 另一個是雞湯飯 挺好吃的 價錢就是45元 我自己覺得海南雞飯來說 這個價錢算是中規中矩 接著就來到很多雞方用椅的泰油麵 在醬汁方面 它一樣 也有一個是酸汁 還有一個是泰式醬油汁 哇 如果你想吃多汁 很香 雖然它不是雞皮 但也有一種很軟的感覺 這個真的抵讚 還有它的雞皮 都是爽口 它的飯是要用雞湯去煮的 但它有些椰香 有驚喜 這個飯可以 它的價錢就是50元 我覺得 如果它的質素來說 50元的話 我是真心可以 第三間就是 魚水蝦米的金雞 聽說這裡配的醬是很棒的 醬料的部分 它是有三種醬的 如果你去買這個水門雞飯 就會有綠色和紅色 拿督斯里雞飯就會有這個醬 水門雞飯的綠色醬 就等於我們平時的薑蔥油 但它沒有薑 很香的 不錯 它抵讚的是它的肉質 因為它的肉質是 是彈牙的 但是有肉質的 它的飯不算是粒粒分明的 因為它是雞湯飯 所以是偏濕潤的 而且它這個香滑味真的很濃 如果喜歡吃香滑的朋友 這個飯你一定會愛 我自己是蠻喜歡吃的 最後一間就是白老闊的泰潮 為什麼這麼遠都要走一趟呢 因為它是連續多年 獲得香港米芝蓮的推介 你看到 可能是因為米芝蓮推介的關係 所以它的包裝也做得特別漂亮 它的雞的分布也切得非常好 它每一塊都是很平均的 我就這樣看下去 它不是很多雞的嗎 但其實原來它的底部 是有些菜在墊底的 嗯 它的牛雞呢 這間是我暫時吃過 唯一一間 它完全沒有加醬 都不怕有臭雞味的一間 肉軟得來 彈 這個飯 其實它有少量的香滑味 它的飯都是粒粒分明的 然後你會吃到兩種口感 因為它將白飯和黃飯都混在一起 我覺得它這個飯如果可以鹹一點 我會更加喜歡 90元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也對得起這個價格 因為它的質量是真的不錯 果然是米芝蓮推介的產品 你說我會不會每天都想吃呢 我會很窮 那麼每一間我們都給它一個評語 首先就是泰味 泰味我覺得它是價錢最低的 還有它的飯都是不錯 蠻出色的 那麼我就覺得它的雞 可以作惑多一點 這個價錢來說也算是這樣的 然後泰有麵就是 本人最愛 還有它的飯是有椰香 還有它是綜合來說 就是CB值最高的 還有金雞 金雞的醬真的不得了 你的水門雞醬不正 還有你的雞肉也很汁 不算價錢的話 最好味的話 就算太潮 別人都已經是米芝蓮推介了 我這麼不知大家有怎樣想 或者如果有很多海林雞飯 我們沒試過為何不試 不如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試 做個第二集給大家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讚和分享出去 那我們在下面再見 Bye Chin 我們今天才有看 有準備的 搖善 我們請給我 十月 感谢观看